大家好,我是大圈报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 就是美国媒体说的中国什么研发超级士兵这个话题啊 这挺有意思 看好多什么圈子,轮子 还有些什么锅粉,锅蚂蚁 说这个超级士兵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厉害 怎么说呢 要说这个的话 那得就是从稍微远一点的说法来说了 咱们先从这个士兵损耗比 就是说这个人体,人体方面就是说吧 就是大家也都看了 就中国这士兵啊 中国这个体制 中国这黄种人 他身体他是这个白肌多过这个红肌的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这个不是说特别擅长运动 他比较擅长思考 他跟那个白人这个身体构成部分 是有点近似之处的 所以就是说这意思呢 就是不太擅长奔跑 不太擅长这种耐力型的这种活动 但是单兵作战来讲 就从日本侵略军 侵华 这方面层面来讲的话呢 他们专门有一本那个教科书 上面就是说呢 能用枪的 他尽量用枪 就尽量不与人就是进行一个身体方面一个格斗 说这意思就是说 日本人他同样不具备这个身体优势 就是他他宁愿就用用枪三八大盖 一枪就是跟你这种远距离搏斗 他也不会就是说跟你近距离砍杀 当然就是说日本人他也训练有素的 他跟这个中国士兵打的时候 他们经常就是当时那个中国 这种八路军 就是说他正好就是说围攻一个鬼子 还有一些什么什么 他反抗也挺厉害的 就是说他也是一个求生欲嘛 这是另外一回事的 所以就是说呢 这个中国这种士兵啊 从解放前或者说 从到现在为止吧 他对对这个国外这种士兵 包括你这维吾尔族 土耳其人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那种族的话 都是一比四的那个所耗比 或者说你跟那个蒙古士兵打 也是一比四到一比八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蒙古人 他也差不多得打四个汉人 或者说八个汉人 他能抵消这样 他这个武力值是可以的 体力也是 所以就说这个意思 我想说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例子就代表说 黄种人或者就是说亚洲人 再说一点就是东亚民族 这三个族群 中日韩 他是有先天部族的 你就别说什么 韩国人还怎么着的 跑不死还怎么着 他那个就是说打没打新闻记 还是就是说那什么 他也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他是运动赛场 所以就是说中日韩 这东亚这几个部落部族 他这个士兵 他都是有一个体力问题的 咱们说这意思 所以你就说如果他就是做一个科学家 他要想研究一个超级士兵 他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这就问题关键所在了 你问题关键所在是什么 你是要转基因吗 你还是就是说 要做别的那种方面活动 做这种兴奋剂类的东西 是不是 这就是两个方向的问题了 咱们就是从兴奋剂那种方向来打 打一针兴奋剂 有可能就是说兴奋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兴奋完之后体力全部恢复的话 得需要三天到五天左右时间 就是说那个人整个的话 就是体力透支了 那个话也叫一个超级士兵 也叫一个超级士兵 但是透支太厉害 这个的话就是运动场 大家都看见了 就是一场比赛 或者说 这个哪怕咱们就是用个不太好的 就是孙杨 还有就是说其他那种方面运动员 他打一针兴奋剂之后 他好几天之后也缓了过来 运动完了之后缓了过来 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话 这就算是一个 医学方面的一个兴奋剂 就是这个抛车在外 然后咱们就说一下重点这个东西 就是转基因或者就是基因方面这个东西 你基因方面的东西的话 你 你我就是说超过18岁之后这种成人 你基因你怎么变 他基因图谱已经构成了 你基因怎么变 你你给他打针的话 他只能兴奋啊 他也不可能就是说那个腿肌 还有就是说这种红肌白肌 他他在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话 你说超级士兵还是什么 那完全就扯淡了 那咱们就是从根源上讲 比如说我研究一个胚胎 研究就是说那个基因突变 研究比如说你星星基因 星星那个什么那个东西 你给注入 那 那得就是说 先把一个精子改变基因之后 然后呢 放一个母性的卵子里边 母性卵子里边之后呢 再实验 再实验之后呢 再进行一个怀孕 孕育 孕育之后 他生出来 就得十个月 十个月之后呢 然后就是 他出来之后长什么呀 是不是笼子 是不是哑巴 基因有没有问题 长不长毛 这个东西的话 都是一个周期的 你想想一个小孩的话 十个月 十个月之后 再得看三个月左右的一个 生生生理生殖期 生殖情况那个问题 那就是十三个月 就一年了 一年多之后 然后再看他一个长时间 对一个抗体反应 烂尾巴巴那些东西 而且 这只是说实验体啊 实验体 然后呢 就是说再加一个实验周期 实验周期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实验规模的问题 你 你要组成一个超级室兵 你不可能单本只有一个对吗 是不是 你要如果说超级士兵 你只有一个 那可以了 那那你就是做一个 然后就是给人当保镖 就完事了 你要做一个超级士兵 你起码得做三千人 左右的一个军团吧 你做一个三千左右的军团 那你是不是就得找 三千多个带孕的孕母啊 是不是 你三千个带孕孕母 怎么可能就是说 你你你这种事还你这种情况 就是完完全全做到一个 所有人不知道 所有人特别隐蔽 然后呢 就是说什么情况都都外边无人知晓 然后就是说突然爆出一消息 就是出了一个什么超级士兵 然后觉得说全世界都很惊奇 那不就纯只扯淡了吗 是不是 那就是纯扯淡 所以就是说这几这几方面基本都不可靠 就是还是还要举个例子 就是说比尔盖子 比尔盖子 他在做那个变异的蚊子 那个基因变种那个蚊子的时候 他也就是说从图谱上 给那个蚊子做一个变异 变异完之后呢 他就是不能生育了 然后呢 再跟母蚊子进行一个交配 交配完了之后呢 他生育不出来 导致这个蚊子大量灭绝 这是人家一个方向 就是说他在生出来之后 然后呢 再做一些改变 他就是说生出来之后 他就没改变 就是生出来 就是咱们正常人 还是这样一个意思 就比如说我这样吧 是吧 你人种方面 你跟那个黑人 他方面有人种方面那个差异 你就是白基多 然后呢 你这个骨骼 你包括这种骨骼的话 他都是比那个白种人要稍微小一点 小一码或者两码吧 这是不可改变的 除非你真是转基因 你真是那个什么 而且就是说批量的那种造孩子 那人他也不是说是机器 工厂 咔咔咔 猪下罩子似的 一下生五个 生六个 那不可能的 你说这个 谁哪个女的 作为一个代孕孕母的话 敢那么干 所以就是美国媒体 还有一些什么 说这中国超级时兵 那存在扯淡 那扯的都扯 扯不对 而且就是说是胡扯 是不是 你怎么做到这一点 你没法做到 这人都已经生出来了 已经选拔好了 那这要不然的话 就可能就是 在做狙击手的时候 啪 给自己打一张 那个镇定剂 然后让这个人 稍微两到三个小时之内 这个手是稳定的 他能就是说 保持一个真正的一个狙击状态吧 心态比较稳定 手不抖 还有要不然的话 打点兴奋剂 比如说你超起 超长时间待机 开个车 嗯 24小时不睡觉 那就打兴奋剂 但是这种东西的话 兴奋剂 镇定剂 打身上的话 时间长了 尤其50岁60岁之后 那种老兵 是非常痛苦的 你要真是说 给他造成这种后果的话 那种老兵回忆录 还是什么的话 那些东西都肯定有写的 所以就是 他这个话题 这个问题 就是假的 fake news 就没有任何 理论方面依据 或者就是说 现行的这个 当今这个时下 科技 他办不到 或者说这个规模 他打不到 你不可能 你找3000个 带孕育母 干这个事儿吧 是吧 你要如果说 是找3000个 带孕育母的话 这个信息 早就被刮出去了 根本不可能 就是 那个什么 而且就是说 这种像形体的 那种样本 咱们没看见 或者就是说 还说一个意思啊 比如说 某一个人 长一名95大个 还有就是 就像他那 克隆人似的 你克隆人 一个克隆狗 得花35万左右 克隆 你克隆的话 这么一个相当大规模的 一个规模的话 1000人一个克隆 你怎么做到啊 你做事管婴儿都办不到 那么多 根本就是不可能啊 都是伪命题 所以就那 那都纯粹就是扯淡 我觉得现在好多人 美国新闻吧 他也跟中国新闻 也有近似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机器化血 机器化的 抄 然后就是互相抄 每个媒体就是 出了一个信息的话 他不用负太大责任 后边你取证调查 很多人的话都是 说话不负责任 有些什么事 现在这个美国 这个新闻圈啊 他是敢踩 但是呢 踩的好不好 正不正确 那就你事后人 那个什么验证的事 他们不管一个真伪 所以这期就带着了 好 谢谢大家